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家长 你一个5岁的小朋友 因为工作关系 你要把小朋友每天寄放在托儿中心里 托儿中心就规定 你每天的4点就要来接走你的小朋友 但因为香港人实际上班太忙了 所以很多时候家长都会迟到 因为不同的理由迟到 托儿中心就很困扰 因为常常搞到4点半到5点 家长都未来接走小朋友 现在他实施了新的规定 就是说如果再有家长迟到就开始罚款 每迟到10分钟就要罚款30元的港币 大家猜猜这个制度实施了半年之后 到底这个迟到是有改善还是没有改善呢 想知道答案的话 记得看到今天的片尾了 如果您可以订阅前景 喜欢我们的10分钟读好书 记得赞好订阅和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 记得按下个小钟 下次有片就会通知你了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Lori 相信大家在中学的时候 也有读过经济学 我也有读过 但我觉得经济学是一个 我读过的学科中最闷的学科 因为他说的supply and demand 看曲线图 货币定义 机会成本 真的不满到发癫 所以我堂堂经济学堂 都是睡觉 于是我的经济学成绩是全班最差的 什么时候对经济学产生兴趣 反而是做了事之后 开始培养了阅读的兴趣 就看了一些比较有趣的经济学书籍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书 书名叫做Freakonomics 意思是很怪胎的经济学 或者叫做苹果骨子经济学 他和我们第11集做的节目 Think Like a Freak 都是同一个作者所写的 他用了一个比较生活化的方法 去研究一个这么沉满的课题 经济学 这本书用了很多生活化的故事 去探讨人类的行为 和经济学的原理 这本书没有一个特定的主题 但我经过整理之后 我觉得他想表达的主要有三个主题 第一点就是Incentive 即是动机 就是解释人类一切行为的关键 第二点就是我们传统的智慧 通常都是错的 我们要学习用一个奇怪的方式去思考 才能找到问题的核心 第三个重点就是要找到对的数据 因为数字会将一切的方言揭穿 以下我们一起读一读这本书 你们有没有读过玩网上交友APP 我有个朋友叫Keef 他是一个宅男 其实经常不出街 喜欢在网上认识女孩 他有一次就约了一个 他在网上交友APP 认识了一个女孩 见面 回到来我就问他 见到什么发展 Keef说 出到来见到真人 跟照片相差很远 只有六成相似 大家有没有读过有类似的经验呢? 就是你认识一个在网上的朋友 发觉他和真人都有很大的分别 其实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多数人都会在交友APP上作弊 在书里提过他研究过很多外国交友网站 虽然他们有不同的公司经营 风格有点不同 但看上营运的方法都是接近的 由玩家贴几张自己的照片 然后填导一些个人资料 关于一些身高、体重、月入等收入水平 或者对恋爱的价值观等等的资讯 作者发觉这些玩家 多数都会对自己的个人简介 有一些包装或美化的成份 例如有4%的玩家 会声称自己的年收入达到20万美元 但实际上在当地平均数是1% 就没有4% 到底你认为是因为有钱的人 都会玩这个app 还是夸大了他们的收入呢 另外有72%的女玩家 会声称自己的掌上是属于above average 就是比平均数好 当中有20%就会形容自己是very good 非常好 这个数据似乎表现出玩家的玩家 都是比较优秀的一群 另外有90%的白人男士 在选择一些异性的时候 当他要填一个种族的选项的时候 他可以选择跟我一样都是白人 还是选择无所谓的 那他们90%都是填无所谓的 为了一种政治正确 或者更加符合一个普世价值 但数据显示这90%的男士 他们发出的电邮私讯一些对象的时候 他们九成的电邮都会发给白人的女士 反过来有50%的白人女士 在种族选项里都是选择无关系 但当他私讯给人去电邮时 97%发出的电邮都是给白人男士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经济学的理论 就是declared preference和revealed preference的分别 就是说他们说的和做的很不同 所以也可以用广东话说 叫做口泪说不 身体却很诚实 玩网上交友有少少作大的成分 也是很正常的 但在社会上一些不同的情况 不应该说谈话 原来也有作弊的情况出现 我们去到日本看看 在日本里面有一个国术叫双扑 双扑手在日本也享有很崇高的社会地位 但双扑手会出猫 那他们是怎样出猫的呢? 可以到17万美元 但如果他不进入精英圈的双扑手 即是那些比较差一点的 其实15000美元一年都没有 所以如果他们要吃 又要给他们自己训练的费用 其实是非常不够的 那怎样去判断双扑手的等级高低呢? 就有一些每年举办6次的巡回赛 在巡回赛里面 每位选手都会有15次的竞技的机会 因为双扑是一个很短时间 做分胜负的一个竞技项目 当中一个双扑手 如果他在15个竞技里面 是获得8胜的话 他就可以晋级了 如果他获得8负的话 就会是跌级了 所以如果是8胜7负的双扑手 就自然可以晋级了 在数据里面发现 每次去到巡回赛的第15场比赛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些出猫的情况 为什么这么说呢? 当中有些选手在过往的比赛里面 那14场是获得7胜7负的 即是说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说是非常重要 我称呼他为选手A 如果他对上一个选手是一个选手B的人 他过往14场比赛是8胜6负的话 即是说这个选手B的人 其实他已经赢了 已经晋级了 正常来说选手B应该是比选手A稍为厉害 因为他是8胜6负 而选手A是7胜7负 正常的赔率来说选手A能够在这场比赛 赢得选手B的机会大概是48%左右 但是有统计数据显示 在这场比赛里选手A可以赢得选手B的机会 竟然是79.6% 而如果是同一个选手A 他对上一个比选手B更强的选手C 他竟然可以打出73.4%的胜率 到底是因为选手A在他关键的一场里 打出一个超乎他水准的表现 还是因为选手B和C 放水给他赢呢 大家可以自己思考一下 同样的思考都可以应用在一些学校制度里面 话说美国有一种测试叫做 High Stakes Test 类似香港的学能测试 他可以决定一间学校 到底可以获得政府多少资助 或者这间学校可否继续经营下去 有趣的事就来了 话说有些学校面临被杀效的危机 不知为什么在重大的学能测试中 学生会突然获得很好的成绩 作者经过数字上的抽屉魔剑之后 发觉在学生的答题卷中 找到老师作弊的痕迹 由以上的例子可见 经济学的其中一个前提 就是每个人都会争取的利益最大化 用最少的成本获得最高的效益 所以作弊和说谎 其实都是人类的一个行为 比较合理的一种表现 作者说 如果您能够好好地研究 incentive的话 就能够准确地判断到人类的行为 在1970年代 纽约的犯罪率就不断往上攀升 去到1990年的时候 犯罪率就到了最高峰 接下来的10年就不知为什么 突然急速地往下调 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想研究 纽约的犯罪率突然下降得这么快 尝试提出了不同解释的原因 原因包括警察用了更聪明的策略 建立更多监狱 或者毒品市场有所改变 人口老化 枪械管制 或者经济转强 以及更多警察人数等等 这些是在1990年到2000年之间 各大报章或雜誌出现过 分析罪案下降的原因 当中有些当然跟罪案下降有关 例如建立更多监狱 请多警察 自然更多人力去打击罪案 当然会影响犯罪率下降 但是作者发觉 对比数据有很多所谓的原因 其实有一些关系都没有 以下两个是比较有趣的例子 其中一个有趣的例子 就是美国有些专家说 美国是枪械合法犯 人家持枪到处走 自然会多罪案 自从1993年之后 就颁布了一条 叫做Bready X的枪械管制法案 然后罪案率自然 因为枪械更难获得而下降 作者说这种说法 纯粹是他自己幻想出来的 因为不反映到事实 作者说 瑞士是一个合法持有枪支的国家 基本上所有成人都可以 合法持有支聂枪 但是瑞士虽然这么多枪也好 它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说其实多枪就不直接 就造成多罪案 另外作者也觉得 Bready X的枪支管制法案 更加是对于打击罪案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在美国里面 其实枪支在很多情况下 都不是在合法的渠道去售卖 很多黑市都是卖枪 而且美国枪支的数量 比他们的人口的数量更加多 所以说其实你要获得枪支是非常容易 作者反讽地问他 既然你准备拿枪来犯法 你还会按正式途径申请枪械呢? 第二个原因就是 有人说 因为纽约的警察 采用了一些比较有新意的 打击罪恶的措施 所以令到罪恶率下降 当时有一位警长 叫William Bratton 他之后就因为他一个 很出名的破枪效应理论 成为了Times封面的人物 William Bratton做了什么呢? 他认为所有罪案都是小时偷针 大时偷金 所以如果今天那些人 除街小便或跳过那些闸口 就进去搭车不给钱 以后就会成为杀人犯和抢劫犯 所以他说要打击罪案 一定要从小时可以做起 于是他用了很多人力物力 去打击街上随处阿尿 街上随地掉垃圾 那些小型的罪行 他认为这是最有效打击大型罪案的发生 事实上证明他出了这个措施后 罪案率真的有一个明显的下降 于是百姓就认为 William Bratton真是很厉害的 竟然想到这么聪明的方法去打击罪案 但事实上作者分析完事后 发觉其实不关事 因为如果排除了纽约提升警力的数字后 其实纽约罪案的下降率和旁边的城市是没什么分别的 即是有没有William Bratton警长的破仗效应的理论 其实是和罪案减少没什么关系的 到底是什么导致1990年代开始纽约罪案下降得这么快呢? 原来作者找到一个原因出来了 就是和以上我说的七个理由都没关系 原来真正的理由就是1960年代开始 在全美去实施堕胎合法化的法例修订 作者在数据里看到 纽约 加州 华盛顿和阿拉斯加等州 都是先后在60年代实施堕胎合法化 其实到了1973年就把法例延伸到全国 每年在美国里有160万女士怀孕 当中大部分都是未成年的少女 他们的背景多数都会比较复杂 可能在一些单身家庭 吸毒的习惯 或者在一些贫穷的贫民笔里长大 如果他把小朋友生下来的时候 其实那些小朋友都很大机会 他会继承到一些他妈妈的问题 所以这些小朋友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 他会去学坏或者加入黑社会 去贩毒或者犯罪的机会 比一般的小朋友高非常之多 有大量的数据显示在美国里面 先后颁布一个代胎合法化的法令的城市 都会录得过相对地 他们的罪恶率下降那个明显的趋势 所以原来真正的令到罪恶下降的原因 原来就因为那些本应会成为罪犯的小朋友 是没有被生出来的 那作者就说其实很多人都会用直觉地 用一些短期的因果关系 为一些事情去连结在一起 但其实真正去解释到这个纽约的罪恶下降的原因 原来是来自于20多年前的一个法案的实施 所以如果他不是用一个比较奇怪的方式去思考 用一个特别的切入点去思考问题的时候 其实可能这个问题永远都没有人会想出来 第三个这本书最重要想带出的讯息 除了我们要用一个特别的方式去思考问题之外 我们也要找到对的数据 因为数字永远是不会说大话的 数字是最容易把事情的真相揭开的 在美国有一个八岁的孩子叫Molly 她的父母有时会被小朋友去朋友家玩 同区里面有两个朋友 一个是朋友A 一个是朋友B 朋友A的家里 Molly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他们家里有瓷窗 即是他爸爸是有瓷窗的 朋友B就是家里有游泳池 没有瓷窗的 于是作为Molly的父母就觉得 很明智的决定就是叫Molly不要去朋友A玩 因为那些窗很危险 尽量去朋友B玩游泳池就比较安全 但大量的数据显示 原来其实一万一千个泳池里面 就有一个小朋友会浸死的 但超过一百万枝窗 都没有一个小朋友会因为受到窗击而死 所以对于小朋友的安全来说 其实泳池是远远比那支窗危险 但很多人会觉得 窗很危险 我就不要让小朋友去玩 游泳游泳安全一点 这概念也跟我们在十分钟读好书的第四集 说过那集快思幻想 其中一个理论很相似 就是我们经常要用系统二去思考 不要用系统一的直觉去思考 如果像Molly的父母那样 她用了Tunnel Vision的一个思考错误 如果大家有兴趣就看我们第四集的节目 另外在书里面也介绍过一个印度的学生 他的名字叫Sahir 他在他的研究中想研究一下 在芝加哥里的黑人的青少年生活 于是他想研究一下 为什么小朋友会去贩毒 于是他深入贩毒集团里了解贩毒的工作 在美国的芝加哥 黑人的小朋友经常觉得做毒贩 贩毒是一个很高薪厚的工作 为什么呢? 因为他看到那些贩毒的大佬 每个都穿金带银 有人 Pit grill哥 于是他很想为前途的奋斗 加入做犯毒行业 但有数据显示 如果成为犯毒的吃亡 除了在集团里面不是一个最顶层的大佬 其实有很多代 ones controlled으로 其实是赚非常低的人工 原来他说平均时薪是3.3美元 是远低于美国的最低工资 如果再看其他数据 这个工作的风险和回报是严重地不成正比 因为如果站在街头卖毒品 就知道那些帮派的斗争非常激烈 就随便拿把枪出来就射人 原来做的Food Soldiers 他的死亡率每年达到7% 这个比例比美国被判死刑的死囚 因为死囚每年被执行的机会率只有2% 所以做一个黑人的毒犯 风险比死囚高3.5倍 另外如果用美关在伊拉克战争的死亡率 0.5%去计算 原来做毒犯的死亡率比打仗14倍 所以如果这些黑人的小朋友或家长 真的去研究做毒犯的成功与失败 或死亡率等数据 他一定不会去参与贩毒这个行业 同样的道理都是发生在很多 我们现在在商场里看到的行业里面 因为很多行业都可能想招募你加入 他会用一个领袖穿金带银 好像很风光去引导你 那你可能会觉得 如果我加入了 我都会成为老板那么厉害 但其实不是说你一定没有机会成功 但最好先去看看数据 研究一下成功和失败机率有多大 那我做一个总结 我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 就是问托儿所实施了罚款制度之后 到底迟到问题是严重了 还是有所减少呢 原来答案就是迟到问题是严重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家长觉得 既然我每时10分钟 我只需要付30元的时间 即是说原来是可以付钱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付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因为原本我要准时接我小朋友的科学 其实是一种道德的制约 或者是一种契约精神 但如果这东西扭曲了 赋予金钱的意义 就变成他可以买 于是你会发觉 原来一些东西扭曲了之后 他不能回头 书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 就是说一个小朋友的妹妹很喜欢饮尿 爸爸就很怕他吃饮尿身体不好 就去奖励他 就说你每次成功地完成 去厕所的话 我奖励一支波板糖 结果那个小朋友做什么呢 就不是乖乖地去厕所 他就把一次去厕所 就分开四五次去 每次去少少 就走出来就拿一支波板糖 结果他就这样换波板糖 但他忍尿忍得更加严重了 所以作者的结论 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 不可以所有东西都用money incentive 就是不可以用钱作为一个诱因 很多情况下 我们都需要一些 moral 道德上 或者是social obligation 去框住人的行为 如果社会里面越多人 不仅是用钱作为衡量行为的标准 他会有更多的道德或社会考虑 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希望大家喜欢今集的分享 我们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其他书 下次见 拜拜 托儿所的例子 其实也是反映着 另外一些社会的issue 很多事情都有相同的一些考虑 譬如说捐血 那捐血为什么不可以用money incentive 就一定不可以买 而且卖血 因为这样会衍生很多社会问题 可能有些人 其实他根本就不可以捐那么多血 他就因为没有钱 就硬捐 硬卖 器官捐赠其实都是差不多 可能有些人会觉得 如果真的有两个神 可能有哪个小青年帮女朋友 想买iPhone再买了一个神 然后买了一个神帮他买iPhone 不知道是否真的 如果那些器官真的可以这样买 就算病人很需要你的器官 如果真的可以赋予金钱交换 他整个社会的风气会变得很厉害 如果有个人真的是一个大官 例如一个国家元首那么厉害的人 他需要那个器官 但那个器官会弄死另一个人 到底一个人的生命是否可以凌駕于他的生命 因为他的social status更加重要 就可以买其他人的命 因为他本身的契约精神已经污染了 因为当一些人他value一件事 他不再用契约精神的时间 他不是用道德去value 他用钱去value的时间 一调转就会一法不可收拾 可能本身觉得缺买钱现在卖不到 反而就没有了当人的生命 对 以前明明卖得 现在都不卖得不捐 但你说得很好 他本身觉得大家都会很义务地 觉得应该是一个社会公民责任 原来可以曾经卖过 现在又不准卖 那大家就觉得不捐了 没有好处 这么多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